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2月13日 我是FX668财经学的点名师林海涛 我们开始今天的行情分享 首先看美元指数日线图 价格在昨天在前低97.20这样的位置有归这样一个反弹 但是今天开盘的话还是被跌破了 那么这样一个跌破的话,结合下方的MICD死差下灵轴这种状态的话 空方的渡能会进一步打开 那我们看周线级别 如果这里的跌破,它能维持到收盘 因为今天的话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么在周线级别MICD这种持续比例的情况下 那么每一只周线级别的下跌将有可能会被打开 那么下方的这种空间的话还比较大的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这里的周收线的这种收盘情况 好,我们看一下欧元 那么欧元从1.0880以来的这样一个上弓的话 那么这种上弓的态势得到了一个延续 延续的话当前也是反弹到了前夕的这样一个高点 111.1180附近 并且的话我们从周线级别看 从周级别看的话 也是刚好到达了这样一个压力位 所以的话今天也是欧元比较关键的一个收线的位置 如果今天收线的话没有上过前高 以及这里的下降趋势线的压制的话 那么价格很可能还会走这种回落的走势 但是如果今天收线能上过这里的前高和这样一个趋势线的话 那么在下一周 欧元这种上弓的走势的话 将会进一步打开 那么今天短线的话 我们关注价格 是会有这种逢低回落 我们去买入的机会 那么买入的机会的话 在日线级别这里有一个区间 下沿是在1.1035 上沿的话是在1.1115 那么我们关注这样一个区间的上沿 1.1115 以及这里的 区间的1二分之一 这样一个支撑 1.1075 这两个位置的一个买入的机会 我们看一下英镑 那么英镑的话 今天早上开盘以后 有过这样一个直线的300点的这样一个拉伸 也是因为民调 这样一个数据公布的话 是利于约翰逊以及他的保守党 在议会获得多数 那么这样一个获得多数的话 就有利于通过进程的这样一个推进 那么市场的负面情绪 也是达到了一个高点 那么开盘以后 有了这样一个急速拉伸的这样的走势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种打了基本面事件之前 市场一般都是买预期卖事实 也就是说在预期 在结果还没有公布之前的话 会有这种 早早的这种介入 而一旦结果公布以后 那么前期的这样一个买入的话 就会逐步的撤离 那么今天也是大选 这样一个结果公布的日期 那么从目前的民调结果来看的话 这样一个对约翰逊和保守党 掌握议会多数的这样一个预期的话 基本上应该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意外 这里提示一下 可能的就是说 结果公布以后 那么前期的这种看涨的行情的话 就很可能会接近尾声 那么通过这种技术面来看的话 当前处于一浪二浪三浪四浪 那么五浪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一个循环一个完整的循环浪 它由上涨的五浪和下跌的三浪组成 那么这里的浪五一旦结束 那么随后接着的就是一个下跌的三浪 所以我们这里如果做多的话 需要注意一下风险 同时在四小时级别我们看一下 那么四小时级别以后 开翻以后有过一个跳空的缺口 那么缺口一般代表一种 做空洞的那种强大 但是它和位置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这种出现在五浪结构里面的这种缺口的话 那么它显然和在一浪里面 和三浪里面出现的这种缺口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那么一浪或者三浪里面出现缺口的话 表明了后市会有机会这种上空 那么五浪出现这种缺口 它大概率表明一种多头最后一期 我们看一下澳元 那么澳元从周线级别看的话 价格上破了这里的周线级别的下跌通道 以及31MA 那么这种上破的话 如果能维持到本周收线 那么就初步表明这里 这种下跌通道的走势的话 那么有可能会结束 那么后市的话 我们可以去回踩轨道去做多 但是当前的话 我们不建议去追多 我们看一下小的级别 那么通过四小的级别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价格前期拉升以后 那么经过了这样一个宽幅震荡 并且是重心下移的这样一个震荡 那么显示出这种多头的控制力的话 它并没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表现 那么随后的这一步拉伸 没有任何的这种回落走势 或者洗盘的动作的话 前期的这些套牢盘的话 它就没有这样的动力来离开市场 所以当前这里的话 我们也就判断 有急需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抛压 一旦价格率阻回落的话 那么这里短线的话 很可能会遇到一个抛压的这样的打压 我们通过这种指标来看一下 四小时级别 这里的价格不断的创新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KD的话 持续的背离 通过小周期来看的话 可能更清楚一点 那么价格前期在上破0.6890的时候 那么KD出现了这样一个背离 再次创新高的时候 那么KD的话 仍然没有进入这样一个超买 二次背离 所以短线的话 我们不建议去追多 那么中线的话 我们看一下本周收线 它能否有这样一个确定线的上破 那么从而确定这里 这样一个路空的一个转换 我们看一下加远 那么加远处于周线级别的一个 横盘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么当前处于区间的中轴附近 那么我们关注价格 在这样一个区间的下沿 或者上沿这种极端地 极端位置的话 这种高破低息的这样一个操作 我们看一下锐浪 那么锐浪 前期跌破这样一个区间的下沿以后 那么当前在区间的下沿这里 维持了横盘的这样的走势 这个的话也是与美元当前这种打方向 是有备的 美元当前跌破了前低 那么开启这种三浪的话 那么美瑞应该也是往下走的 但是目前出现了一种反弹的话 主要是因为锐浪的走强 那么锐浪这种走强的话 主要是来自于市场风险情绪的高涨 或者说是避险情绪的消退 那么避险情绪的消退的话 一方面来自脱欧大选的话 那么约翰逊这种确定性会上台 并且占多数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 特朗普在昨日发布了一个推特 就是说中美贸易这样一个低阶段的谈判的话 有可能会接近于签署 所以的话对避险情绪的这种打压的话 导致了美瑞当前有这种震荡的走势 那么我们目前大方向更愿意看到 就是说美瑞它顺着美元这种下跌走势去走 那么如果价格一旦穿入新低的话 我们回抽去做空 但是短线的话 如果在这种避险情绪的这种刺激下的话 我们看一下 4小时级别实际上MACD的话 出现了这种金差以后 那么意味着这种背离它出现了 并且这种背离的话价格回到了区间的 日线级别区间的内部 这里的向上趋势线的这样一个压力的话 也就上破 那么如果短线的话 去做多单的话 也可以关注这里趋势线的这样一个支撑 以及前低的这样一个支撑 但是它一旦 但是它与这种背离的话 与美元的背离 不可能长时间的保存 一旦跌破的话 顺着美元的这种下跌的话 我们逢反弹去做空 那么日元也是和锐浪有类似的这样一个走势 由于避险情绪的这种消退的话 那么日元的走弱带动了美元走强 但是这种大的方向 美元是走弱的 所以短线的话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前高 109.70这里压力 是否有这种压制 那么产生这种做空的机会 那么在美元大级别走弱的这种背景下的话 后市的话大概率会跌破这里的通道 那么反抽通道的话 也是我们做空的这样一个机会 好我们看一下黄金 那么黄金的话 昨天这里有跟长商一个这种拉伸 随后又收回 那么这里的话 一个是可以判断它是 右多 那么另外一方面可以判断它是一个试盘的一个动作 那么试盘的这种动作的话 一般会发生在后期 会进行上弓 那么它会用一个 拉伸来看一下上方的抛压 以及这种跟风的情况 如果上方的抛压 前期的这种抛压很小的话 或者说跟风的情况比较良好的话 那么经过稍失的调整 那么主力很可能会快速 就迎来这样一个拉伸情况 那么我们通过四小时机来看一下 那么如何区分这里是 一个右多的行为 还是一个试盘的行为 那么如果今天价格回落 到前期这样一个上弓的起点 1458在这里能获得支撑的话 那么在进行这种震荡上行的话 那么大概证明这里它是一个 或者说预示 它这里是一个试盘的一个动作 但是如果这里的1458被跌破的话 那么这里就有更多的韵味着一种 又多的这种氛围 那么今天日内的话 我们短线的策略 我们关注 1458到1462 那么1462的话是我们这里的一个 区间的二分之一支撑位置 那么1458也就是昨天这样一个试盘 它上弓的这样一个起点 那么在这样一个1458到1462 这样一个支撑区域的话 我们可以关注买入的机会 那么预期价格会震荡 然后继续进行这种拉升 但是如果这里的压力 这里的支撑1458被跌破 那么价格将很可能会继续寻找 日线级别的这样一个相提的底部 那么这样一个底部的话 支撑是在1450到1445 那么在这样一个区域中线的投资者 可以关注买多的机会 那么这样一个买多的机会的话 也是源于我们仍然在这里判断 后时会有这种上弓的五浪 那么前期是一浪二浪三浪四浪 仍然会有这种上弓的五浪 好我们看原油 那么原油的话 当前这种反弹上方的这种压力 一方面是轨道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是前期这种反弹高点的 这样一个压力 那么在这种反弹的高位 会持续说出这种在长下引和长上引的这种形态的话 表明了这种多空激烈的这种震斗 那么这种震斗的话 这种消耗一旦出结果的话 那么我们更预期这种上方的这种压力 会让价格走这种回落的概率更大一点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关注 59.50以及轨道上引这种压力 做空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本周 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但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 本周日的话 美国将中美将贸易的这个 加关税的这样一个期限的话 也是落地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周日 关税落地的这样一个时点上 我们关注一下 那么特朗普究竟是会推迟 还是会如期来进行 那么对关税到底是加码还是减码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的话 也是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 这样一个谈判协议落地 那么有至关重要的一个影响 也是对市场的风险和避险情绪 有这样一个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行情分享 谢谢